我做什麼? 80年代 都出了你 這首2084這首歌 就是我們用了80年代情歌的風格去製作的 因為我們的timeline 歌場是 2、5、6、7、8、9十年代 80年代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很多的 其實我覺得80年代是一個 因為剛剛它的技術 它的數碼技術剛剛發展出來 所以很多很多特別的聲音 都是在80年代出現的 這樣譬如說 尤其是在外國 在香港也是 很多特別的機器 它可以做到好像回音很大 那時候 因為以前的年代 回音機 要做回音房 要做一塊銅片在那裡 有一個喇叭 射一些聲音進去銅片 由另一邊有T-Mic 去到七、八十年代 就開始有這個數碼的門音機 就是一部機器 大家可以做多很多事情 所以80年代的人 因為有這麼多新的機器 所以狂用 用不盡最新的波技 最新的波技 設定有10 當然是扭到的10 所以80年代的主音 是唱歌很卡拉OK的聲音的 因為它用很多的回音 我們都會把這些回音 放進去 不單是人聲 還有套鼓 低音結他也有 這只是80年代才有的 就放Effect在低音結他那裡 另外很多其他東西 就是這個80年代 剛剛發明出的 Fm Synthesis 這個因為之前的 琴合成器的Synth 是叫做 Am Synthesis 這個叫做 Amplitude Modulation 剛剛80年代發明了 這個Frequency Modulation的 Fm的鍵盤 Fm的鍵盤有什麼好處呢 清楚 就是那些聲音 就是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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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我們首2084 一開始 叮叮叮叮叮 就是很多很清楚的聲音 還有 80年代還有什麼好聽的 很特別的東西 Sexy Phone 對嗎 大家都很久沒聽過 有首歌有個人吹Sexy Phone 對嗎 這個年代我除了阿Phil 也不知道Sexy 他也不敢拿出來 還有我們這首歌的Sexy Phone 不是用真人吹的 是用琴按出來的 但是那些聲音是按出來 沒錯 拿回那個年代的感覺 質感 還有最後就是什麼呢 最後最後 首歌最後呢 只是80年代之兄 對阿蘭 要用水星 我們把所有元素放在這首歌裡 還有一些中國風 從80年代開始 有中國風的電子聲 就是那些曲頭 是 很短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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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蘭 如果大家可以聽到Hand phone 就知道我們放了多少心 幾個理想 重現80年代風格來做的歌 有什麼問題 很短的聲音 我有我難道 等我先說 好 有什麼難道 就是那一分鐘的Fade Out 做這些事情 其實有趣的就是 以那個年代的recording artist 或者那個年代的歌手 其實他們都可以看到他們 放了多少精神和心機 進去一段歌的ultro裡面 因為80年代 譬如當作一分鐘的ultro 你在裏面要做到什麼的 有什麼idea 什麼adlib 歌手本身都能做到什麼 其實也都令到 那首歌繼續有那個味道 其實是 真的要花一點時間下去 因為其實現在的歌 不會有這些 的Fade Out 就算你要去 adlib去做一些事情 全部都是在 那三分幾鐘裡面 首歌的一些位置去做 但是 這個年代 譬如說 這首歌 最尾的一分鐘 去怎樣 做一個新的部分 其實是 要少少的心思 那我記得都 對 我都猛了 但是 做到出來其實是 幾有滿足感的 我亦都覺得 營造80年代的感覺 在唱歌方面 我反而覺得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你怎樣拿到那個情懷呢 80年代那個情懷 是什麼呢 是不是 真誠 我第一次聽到 那天霸聲 真誠 而且 一直都在騙你 直至到他 直至到他 那種很純 純真傳說 那種 就是那種聲音 是因為我有一天 商機聽到 任何黎明 我聽到黎明之後 我一看過 Maxima 按我們首歌 發覺 阿添真是 完全全投入了那種 神髓 黎明神髓 對 黎明神髓 所以 我覺得 有時候 那些人的直播唱腔 都會有少少不同 就是不同年代 有少少唱腔 對 所以我覺得 這有點特別 對 還有要 在其他音樂方面 我覺得 要怎樣 重造 80年代 那種聲音的彈柱 是 作 怎樣作到首歌 是 好像80年代 但是又 不會太過 慢 就是因為大家都要明白 其實你看回以前的戲 或者以前的歌 它有一件事 就是很多會 比較慢 因為 譬如我們經過了 這麼多年的進化 可能和 越來越曲風的歌 現在就會緊湊 好 那我怎樣拿回那個感覺 突然都不會變好 這是一個挑戰 那 我也覺得成功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做 喜歡80年代 有什麼歌的推介給大家 喜歡80年代 其實我覺得80年代的Hugum很棒 有人說過 搖滾樂 在1985年 就是去到一個巔峰 有一堆人會覺得是 從之後的搖滾樂 是胡夏滑的 我最 就是我還是來講 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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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生氣一對 Cinderella 是 為什麼我會聽 因為其實Gunswickrosus 一定會 都喜歡的 但是我記得 有一次是 聽一首Gunswick的歌 然後 我忘記了是Youtuber 還是什麼平台 然後再調進去 同一個 新的 哇 我立即打電話 聽得很開心 Cinderella 很多這80年代有聽到嗎? 80年代在音樂上 我怎麼覺得很深是電視劇的主題曲 寫了英雄主題 這個也是厲害的 而且是《悲奔大學中》 《悲奔大學中》 《悲奔大學中》 有兩個歌手是我覺得很好聽的 《悲奔大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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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的電視劇主題曲 《悲奔大學中》 都是很像我們這首《2084年》 一種《悲奔大學中》 是呀 很有這種情況 是呀 80年代 我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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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歲 二哥 二哥 二哥好 好東西 我都是最近聽的 聽完 看完這個80年代大解構 快去聽《2084》 美禍不見出生在哪戀法 每一生都會有個月美名法 當地後在陣 大氣曾重零 無論共我在哪色體都可接一萬